我們回答388 大家覺得中概股在美國要退市的情況 就會回來香港 最受惠都是388 還有接下來會說在紐約開辦事處 這個朋友就是Michael 他說沒有課 中線是否可以看好呢 港交所我覺得是一種 逢是相對區間的低位 或者是股值的低位開始吸納的話 其實勝算度都是高的 相對而言 我也覺得在香港這麼多不正常的股票裏面 已經是屬於極度少數的正常股票 因為起碼會不會好像是阿里巴巴式的 是所謂的向下的散落去 起碼都是有一個正常的股值模型 因為其實我們都可以review一下 今年的港股我覺得是最難做的 其中一個最恐怖的地方 是有不少的行業加不少的個股 它是破區間的 它不是向下破股票區間 它是破股值區間 如果那個區間是破到恐怖的 是破歷史區間 即是說那種股票 我上市十年 現在十五年也好 我就這次打穿你十五年的區間 這個就是對於 譬如說懂得計數專精的人 是最惡夢來的 如果這樣也惡夢 散戶就更加惡夢了 但是恨好 港交所仍然在整個Federation的控制範圍裏面 所以我會buy這個股份 港交所你看它的區間 你是會看PE還是PB 其實它有很多方法可以看的 它基本上的股值方法是條條大陸通螺碼的 它PE也可以 它Pbook也可以 它股息率分佈模型也可以 反而其實也提醒大家 就是它是要比較精準地 或者是客觀地 預測到全年的成交金額的Altrage 這個就是ADT 叫做Altrage Daily Trading Forum 假設ADT 你是要比較準確 或者是勇敢地 去預測它Altrage的所謂的ADT 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分析師都是通過ADT 去順測 順推論那個所謂的earning per share 然後再計算整體的PE的Ratial是多少 或者股息率的分高是多少 這樣就可以計算到股價 大概的模式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就是說港交所現在 第一 剛才我都說過 如果你懂得計算的話 它其實完全是在控制範圍裏面 就是在說股值範圍裏面 我會覺得從400元到520元 其實都是它可以說得通的區間 沒錯 即是400至500元 是的 400元 投資到520元 這些都是說得通的 是 可能有些人不是太熟悉 他們又說 你不要玩了 這個百多元相對高低位 那究竟是誰 但是問題是 這個你不用跟它爭論的 因為你跟它爭論是沒有用的 因為那個pand就是這樣 是的 你用了這麼多年的股值 那個區價去計算上下高低位 它那個range就是這麼寬的 如果我們所謂的上下range這麼寬 就是 represent 當然是看好和看淡 牛市和熊市 那個所謂的兩者的分歧 是的 那個結論 最後一個小的價格導向的推論 就是我會覺得 你其實430元 440元沒有買的話 你現在就衝上去 根本不是港股由紅鑽牛的所謂的訊號 而是純粹是因為它有一個 是所謂的衝勁中概股回歸的新聞 這個 但是我一直在想 其實你說衝勁回歸這個 那什麼時候才會回歸 這個 其實可能實話都還沒有一撇 這個 還有其實你凡是有常識的話 都會知道 你如果真的說是要退市的 由那邊搬一些貨 ADS或者ADR搬過來的話 你都有大股時間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新聞 就和我覺得 打個比例和元宇宙有一點相似 你升市是說元宇宙 跌市是沒有宇宙的 是 你現在都不見過它 不說元宇宙的 每天只說股票是這樣跌的 所以其實這些是說中概股 如果你是說中概股 中概股回歸 那你就不理高低價去買國交所 你將來等到市有其他話題的時候 它又不跟你說中概 你就有一種就說 新聞又騙我的 就是有些被別催的感覺 所以就不要太上心 對於某些新聞 除非那個新聞 就是對於那個股票 是key point 裡面的key point 我們老實說 有多少的新聞 對這個股票這麼重要得來 還要是在股價未升之前 就放這個key中key的新聞 很少的 坦實說 去到人盡皆知 所謂的老少咸 都懂得說的新聞 其實就不是一個key factor 那你就覺得 現在沒有貨的 你都覺得買的直博率 很高 可以這樣解答嗎 完全可以這樣說 完全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再重新一次 其實它的區間 真的只有這麼多 如果在Elfridge的ADT 是真的只有1300 因為1400的情況之下 它是這麼盡的 你沒得求的 所以如果你不信扯的話 逢是一個區間 相對高端追 其實很容易 是你滿足了 你shopping的慾望 然後你的帳戶 就會變紅色 然後這個情況就是這樣